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Canva雲端設計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人有用過Canva 有些老師有用過的 請問你有沒有升級成教育版 沒有 怎麼辦 這麼可惜 教育版可以享受所有Pro版的所有功能 真的真的 所以老師不要客氣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Canva能不能滿足你在教材 教案設計上的需求 真的Canva讓很多設計系的同學都蠻擔心的 你知道嗎 因為實在是太廣大了 它的功能太多 涵蓋範圍 幾乎老師您不管是教學上生活上會用得到的幾乎都有 所以有點討厭你知道嗎 所以它有超級多的範本 而且你可以發現我們連軟體都不用裝 就在雲端完成 甚至老師您要做錄影都可以 真的它有影片剪接功能 所以好過分的 真的 當然你免費版其實就可以用蠻多功能 可是我們今天還要讓大家在體驗一下教育免費版 好不好 所以希望今天大家有機會可以升級成功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各位老師這樣看著自己會不會上課比較認真一點 通常好像有看到會比較認真 好 沒關係我先收起來一下 OK 這樣老師比較不會覺得尷尬對不對 好 就我站出來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這邊 基本上用CAMMA真的比你想的還簡單 只要脫衣就可以了 脫衣你就可以把素材拿進來 你也可以簡簡貼貼 就跟平常各位老師在用簡報一樣 你就複製貼上 網頁上也可以複製貼上 你在Word裡面也可以複製貼上 那正重要的是在這裡 它有很多的範本跟土褲 所以 沒有學設計的 不要覺得難過 你也可以變很厲害 好 那麼 待會老師記得你要先註冊一個帳號 那麼 您可以用學校信箱 或者是一般的比如Gmail信箱 或是其他的 都OK 那麼 你註冊好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連結 有一個連結 那個啟用連結 當然如果你要比較單純的 您可以直接用這個 有沒有 Google帳號或Facebook 直接授權 這樣是最快的 這樣你就可以直接進入 好 那我們先看看老師 如果您還沒有註冊的 先稍微利用大概30秒左右的時間 您先把它註冊一下 老師您註冊好這個信箱之後呢 您會進到這樣子 好 但是呢 您所使用的 剛剛如果您用一般信箱 這樣所註冊的 它是免費的一般全線 那我在這邊呢 已經幫大家 把我們學校的教室開好了 欸 CAMBA也可以有 好像數位學習平台的 平台一樣的教室耶 所以老師有看到這個連結嗎 請加入我們的教室 體驗一下 因為我這個學習 蠻多學校的這個同學 我都把專題用這個來做 讓同學呢 在上面繳交作業 我就跟他們在那邊互動就好了 請問老師可以進來嗎 點了之後 不能進來 你加入我的教室之後 那你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確定在這裡 來看一下 你可以找到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這個 如果你沒有左邊這一欄 怎麼辦 請你把這個地方按下去 它就會打開 當然也可以收起來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覺得 想要回到一般的帳號裡面 你就從這裡 你就可以變回自己的 有沒有 在這邊可能是個人還是一般嘛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從這兩邊去做切換 從這裡做切換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既然老師進來了之後 我們當然要告訴大家 如果未來大家想要解鎖 跟我一樣 可以在上面開教室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做 好 那這裡呢其實有我一篇教學文章 我好像寫了六七篇 關於CAMMA的教學 不好意思 所以我會最近常常問人家 你CAMMA了沒 真的真的 因為其實這個服務真的好用 對老師來講 對同學來說都很方便 那我這個學習 我就是真正把它應用到教學現場 老師用同學也用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同學改變還蠻多的 整體的簡報效果好很多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升級 首先呢 您 往這邊看一下 CAMMA的教育版 其實它原本 是提供給K12 K12 K12 這些所謂的工作哲詞 好 這是我們老師使用的 那K12大家應該知道 包括幼稚園、國小、國中嘛 可是呢 其實 我有用高中職的 跟大專院校的聘書 一樣會過關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以前剛申請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如果那大專院校老師可不可以 他那時候 剛開始的回覆是不行嘛 但是他們有在研議中 可是後來我發現 其實 我不敢可以保證 你申請的都會過啦 但是我發現 我自己使用高職的 跟 我領東的聘書 他都給你過 而且 老師不一定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使用 EDU的信箱 像我用 Gmail的信箱也是可以過 可是 如果你用學校信箱 應該這樣是公信力比較高一點 這樣了解 好 所以 老師呢 您回去的時候可以試看看 那我們要怎麼升級 我們就從下面這裡一起來看看囉 首先 您註冊的時候 要選擇 你是老師 如果你之前沒有 請問怎麼辦 身份改變一下 那去哪裡改 我們來看這裡 你進到 你的首頁右上角這裡 是不是你的大頭 右上角按下去 有沒有一個帳號設定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做 你看你進來就有囉 在你的帳號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 教師 如果您身份沒有改變的話 你這個 會沒有辦法升級到教育檔 所以您可以先改變一下 好 那改完了 我們在最下面這邊 我記得 對它好像不用儲存那樣子 就直接改變就好了 這是第一個條件 好 那第二個條件呢 我們再往下面看一下囉 那我這中間有遇過 有些 老師的選項 他會說 之前申請的時候沒有叫選擇 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你修正完了 萬一看不到 我待會兒剛才的那個選項 你可以先登出帳號 再重新登錄一次 或者你用其他瀏覽器再登錄一次 因為它好像有時候會有暫存 好 所以這個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確定了之後我們怎麼驗證呢 你要找到這個地方 有個叫付款 集團隊這裡 那這個選項在哪邊 我們看看 有沒有找到左手邊 要付錢呢 點這裡 你看 你看 我在這邊 有沒有 我現在訂閱項目是KEMA的教育版 你們的不是 那如果呢 你要升級 你就是在這邊 要提供老師您的這個教師證 或者是聘書這樣子 好 你看 你看喔 我把這個過程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放大一點好了 這樣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您剛進來 變成教育版之後 是不是要填寫一些基本資料 填寫基本資料 好 往下走 重點來了 它說需要一些其他文件 來證明你是教師的身份 這樣子 那如果您有那個學校的聘書 或者是那個教師證 你就把它放到這邊來 傳送上去 但是他不是立刻就通過 他要一個審核的時間 那有過沒過 他會通知 這樣子 像我是臉皮比較厚的 第一次沒過 我就認真一點 我再申請一次 所以 雖然我們不是K12的 但是還是可以用 其實疫情期間 其實蠻多學校有用這個服務 我覺得還蠻好的 還蠻好的 蠻好的一個方式 好 那麼 現在還沒有 通過沒關係 老師您就怎麼樣 先用我的 你剛剛有先加入的 您只要是加入了老師的教室 您跟老師一樣 就是同學跟老師一樣 就可以享有 所有 教育版的功能 而且 有多大的空間 每個帳號都有100GB的空間 這樣子應該夠老師跟同學用了吧 應該不太會不夠啦 因為 除非說你放很大的影片 不然大部分應該都還足夠 OK 所以我們先把老師呢 要怎麼樣升級KEMBA的這個動作 跟您稍微分享一下 那麼您今天上完課 您就可以回去試看看 好